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13集 潘三和周国斌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但潘三出现后 周国斌仿佛有了底气 让夏小兰静等 周成不会有事的 潘宝华没有在华国境内从事走私 这话听着咋有点不对味儿呀 意思是在国外搞 周国斌肯定不喜欢违纪犯法的人 周国斌的立场就决定了这一点 但听着周国斌的语气也不像特别讨厌潘三哥 或者是周国斌城府太深 夏小兰听不出她的喜悟 夏小兰从前也觉得自己一算聪明 刚重生那会儿可得意了 又聪明还先知 在八零年代吊打周围人不是应该的吗 后来 丁爱珍那事儿给了她一次教训 高考前右手鼓励又是一次 第三次教训就是去周成的部队 夏小兰明白自己缺失了一些东西 这个和是否重生无关 像周国斌和汤红恩这个层次的人物 夏小兰上辈子也没接触过呀 她做生意行 但其他方面确实要和这些人多学习 重生不是万能的 夏小兰一开始不懂 现在才懂了 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 重生是多给了一次机会 而不是所向无敌 成功是不断地学习 奋斗 积累起来的 周国斌没说 夏小兰就不问 潘三来京城的时候静悄悄的 走的时候也静悄悄的 不切场 人家也不张扬 瞧着她裹着军绿色的大棉袄和满大街的普通男同志没啥差别 谁能想到这是个退伍的兵王 周成的事肯定能解决了 陆军学院那边保密功夫可厉害了 人家呀 就说不能探视 没说周成这批新学员压根不在学院里 要不是周国斌告诉她 夏小兰一准抓瞎 连上哪儿打听周成下落都不知道 这就是当军嫂要面临的 一年见不了几次面 要是涉及到保密的任务 还不知道人在哪儿 让夏小兰猜 她也猜不到周成这一批在陆军学院进修的学员 会被派出去对付走私犯呢 这不符合常识 以夏小兰有限的常识来说 沿海地区负责打击走私的 是海军和海关 什么时候陆军学院的学员也要派出去打击走私活动了 夏小兰做不了主 上面这样安排可能有自己的考量 夏小兰记得 90年代末的时候 民省那边爆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走私案 不仅涉案的金额巨大 牵扯进去的民省干部也很多 主犯潜逃了十来年 才被引渡回国受审 或许 这件大案已有先兆的 像陆军学院这样和当地完全没有牵扯的 反而能放开手脚去行动 搞不懂的是 夏小兰也不深究 让康伟去找潘三是为了确保周成没事 就像周国斌说的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夏小兰对周成的挂心不会少 这种事却不能帮周成忙 就像周成不可能替他写作业 不可能替他去参加英语竞赛 就算心疼夏小兰熬夜复习 也没办法替夏小兰把学业搞定 带着对周成的担心 夏小兰还得集中精神 搞定英语竞赛和期末考试 帮于奶奶找家人 就全靠英语竞赛的结果了 本来是随便参加一下的比赛 越到后面 夏小兰越是不得不认真 85年的京城和杜兆辉想象中差不多 不是说破旧 而是这个城市的气氛比较严肃 要说整齐统一 肯定是比正在修建中的蓬城气派 而香港那种地方 中环全是人挤人 停车位都不好找 但在京城 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有120米 最窄的地方是60米 香港连六车道都极少 一般就是两车道 高高的楼 窄窄的街 杜兆辉从前就觉得哪里不舒服 现在知道了 那就是有点憋 憋屈不敞亮 所以富豪们都往山顶搬 半山别墅那么贵 可只有住在那些地方 心情才不压抑 香港还是受限于总面积太小 当然 要说高楼耸立的现代都市感 85年的京城还是比不过香港的 华国的经济之前停滞发展很多年 改革开放才几年 还没有缓过劲来呢 杜兆辉比乔治好的地方 他知道 自己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 联合声明都签署了 香港早晚要回归的 杜兆辉还想在内地赚钱 他对京城不是嫌弃 越是没有开发的地方 越是有赚到钱的机会 杜兆辉坐在车里 视线一直在观察整个城市的情况 车子是租的 85年当然是能租到车的 别说85年 从解放后到70年代 京城同样能叫到出租车 车型以福特和华沙20为主 在市区有专门的站点停放 可以打电话和上门叫车 不可谓不方便 就是一公里两毛五的打车架 在改革开放以前 普通市民是绝对做不起的 这些出租车的主要业务 还是替国家机关和单位服务 现在福特和华沙的车型落伍了 皇冠和奥迪100更有档次 只要不怕花钱 奔驰车也能租到手 杜大少爷当然不缺钱 他还请了个向导 替他讲京城的情况 作为在彭城投资上亿的港商 拜托彭城驻京办 替杜兆辉找来的向导 十分尽职 会说粤语 也会讲普通话 还会英文 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被重用 杜兆辉也不会讨厌 杜兆辉要去华清大学 向导也侃侃而谈 华清大学是建于1911年 原本是华清学堂 巴拉巴拉一大堆 讲得倒是不乏味 和杜兆辉想的一样 是华国很厉害的大学 华国的高考录取率很恐怖 杜兆辉一路听着向导吹捧 一路其实想的是别的事 夏大军要不是救了他两次 杜兆辉才不会亲自来找他女儿呢 他就是挺好奇 夏大军那智商 生个女儿还能考上华清大学 除了这点 对别的一点期待都没有 他也希望夏大军的女儿不要误会 忽然有香港阔哨找上门 绝对不是看上他 杜兆辉觉得 自己还是很受女人欢迎的 至于那些女人是喜欢她的钱 还是人 who care 我们最好是去找学校出面 您可能不知道 学生们对这种情况都会很警惕 向导尽量用简单的语句 去说明国内的情况 学校管理的言 学生也很循规蹈矩 忽然一个香港人跑来说 跟我回香港见你爸 等待杜大少爷的 绝对不是兴高采烈的女学生 而是派出所的公安 圆圆的 华清园的大门出现在视线中 杜兆辉同意了向导的意见 那就找学校啊 不过等一下 你刚才说的什么 华清大学在华国很有实力 对不对 见一个保镖的女儿 哪有那么重要 杜兆辉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 认为自己可以在京城 刷一波存在感 学首富做慈善 博取政府的好感总行吧 感谢观看